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作案之后并没有跑 自认为查不到他的头上 没想到公安机关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横尾登这一线索 愣是从北京数万辆轿车中把他救了出来 李本东归案后对自己强奸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还多次强调自己是首长的司机 要求宽大处理 但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严惩 1979年8月1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李本东死刑 在李本东案之前 由于十年浩劫的缘故 人民法院的工作陷于停顿 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公开审判 法官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这是我国首次通过电视转播向公众展示审判过程 数百万老百姓在电视机前观看了死刑判决 新华社也对诉讼过程进行了全面报道 从这个层面来说 公审李本东既是对1979年新刑法的拥护 也是向世人宣报 动乱的时代已经过去 新的时代即将来临